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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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冒的人不能靠近孕婦 不然孕婦要處理很辛苦 不像一般人那麼簡單 有去看病人也不要接近孕婦 而且出門都要戴口罩 這樣懂不懂 懂 而且營養要吃夠 最主要是這個媽媽很偉大 這個爸爸更偉大 他做老師他每天都要回來照顧他太太 也照顧小孩 而且常常跟小朋友講話 所以你看小朋友 你看一二 一二一直講話 所以就這樣 是派專人注意照顧他 到他要生 他是很營養 所以 已經四十六歲 四十六歲 那時候要生四十幾歲 四十六歲 他選擇台大的醫生 醫生怎麼說 那時候是剖腹產 然後所以是半生麻醉 然後那時候去產檢的時候 醫生就說 因為就是醫生會用那個 阿斯匹林給我吃 然後就是一般人是防止那什麼 認證毒血症 但是我都沒有吃 主委同修 我覺得懷孕的婦女 吃阿斯匹林非常危險 太危險了 所以呢 他是護士出身的 我說應該可以設起 維他命C看看 維他命C果汁 跟阿斯匹林的品質 有一點雷同 他也可以幫助血管暢通 醫生就說 你都沒有吃阿斯匹林 也沒有水腫 什麼認證毒血症 然後也沒有高血壓 我說我完全都沒有 我從 開始懷孕到現在 因為後來後期恩師有叫我去 備病例準備剖腹產 然後我就發現 診間 同樣診間很多媽媽 比我還年輕的那個腳都腫成 腫得很大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以前在 學護理的時候 也是告訴我們 書上也是告訴我們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醫生就說 哇那你真的很不可思議啊 那個還可以撐那麼久 他原本還說 要不要4月4號 因為4月4號的話 就是38週 那醫生就說 如果再撐的話 也是可以撐 但是就是 寶寶會沒有空間 然後導步撐出來 再養大這樣子 醫生就說 左右胎便必都有裂開 然後又前置胎盤 然後又那個 子宮前置這樣子 然後你還可以撐到37週 真的很厲害 那對 真的很不可思議 然後那時候 我去做產檢的時候 一般人不要想太多啊 他自己的小孩子 大概27週就出來了 他自己本身是婦產科的主任 這樣子 對啊 但是我有就是恩師很慈悲 救度我 然後又照顧我們一家人 那其實恩師跟我其實只是 師徒之緣 其實照大的恩師其實可以不用管我這件事情 但是恩師從我們家接我到禪寺 他就是每個一分鐘就打電話來 就來關心 來擔心 甚至恩師細微到我們家樓梯很窄 恩師還請那個救護車的人說 請你要用抬的下來 用讓他坐的這樣下來 對 然後到了禪寺 恩師早就在那在療訪面等 讓我覺得我自己 一個弟子怎麼會麻煩 師長成這樣 不要擔心 恩師幫助你是應該的 所以醫生他本身是主任 他自己太太也有生雙胞胎 二十七週就出來了 主位同修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所以醫生一直說不可思議 你年紀四十六歲 又前置胎盤 胎盤左右又破裂 怎麼可以撐到三十七週以上 他一直說不可思議啊 所以這兩個寶寶很不錯 差是差在哪裡 因為他的這位媽媽的姐姐 那時候去龍腫 看一位肝癌末期的病人 再回來看他 哇 他就感染感冒 所以這個要給全部的同胞知道 有要懷孕的人要記得這件事情 懂不懂 不然懷孕的婦女要撐感冒 是比一般人痛苦多了 又怕影響小孩子 所以偉大的母親也盡量撐 而且恩師也盡量幫助他 可是我那時候在背後很傷心想 怎麼會這麼辛苦 姐姐再來就不敢再打擾他了 你們這一點一定要記得 所以他很順利的把孩子就這樣生出來 你看還記到那大聲 還記到天上都聽到了 你看兩個有構相吧 這位同修 阿彌陀佛 好乖喔 他們兩個很乖喔 都會互相照顧喔 而且如果一個哭 兩個都哭喔 一個睡 兩個都睡 一個笑 兩個也都一樣笑 所以父母親為了他們辛苦 最後也有意義 有價值 那個很棒 他們還不錯 喔 四十六歲 又雙胞胎 把我怕得這樣 所以恩師 你們記得喔 結婚就趕快生 不要這麼久再生 好不好 趕快生比較方便 阿胎就要坐好 這兩個小朋友還不錯 他要叫這樣 那是上人 慈悲救度 他還知道我麥克風 阿彌陀佛 所以主位同修 阿彌陀佛 好 所以我們很感恩 世尊感恩地上菩薩 慈悲救度 讓一家一家能夠很順息 恩師很喜歡聽小孩子在講話的聲音 很好 所以主位同修 阿彌陀佛 我們祝福師兄師姐跟小師姐 能夠平安大吉祥 阿彌陀佛 我們是恩師上人 慈悲救度 恩師上人 功德無量 你也祝福師兄師姐 大家平安內外大吉祥 好 大家樂樂樂跟他鼓掌 主位同修 阿彌陀佛 婆婆不是庄严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 合家平安 内外大吉祥 阿密婆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